女生的構造跟我們男生不一樣 女生的那個短短 我們男生很長嘛 所以我們不會有那種咳嗽 沒那麼長 哈哈哈哈 我們不會咳嗽一下就跑出來這樣 啊 又說解鎖說的就是 在以前的生產的過程中 不要用你得到的標準來衡兩邊 我是醫學上的標準 台灣男性平均沒那麼長 哈哈哈哈 就是 講到長度 對 那我們在生產的過程中 骨盆的肌肉還是會受到一些傷害 那這些傷害 當我們還有女性荷爾蒙保護的時候 也許還沒有那麼嚴重 那到了更年期的時候 那個陰道骨盆的那個肌肉啊什麼 都變得比較萎縮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有時候 一動起來的話 那個尿道跟陰道那個支撐點就會變得很小 然後就是又有可能 尿就有可能就在膀胱那個 那個角度就會出來這樣子 是是是 所以像他沒有生過小孩也會嗎 機率沒有那麼大 但是還是有可能會 有生過小孩子的機率會比較大一些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 那回事像他沒有生過小孩也會嗎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謝謝你的大哥 也是都會 那我們 我們兩個都有在健身這樣會嗎 會比較好一些 欸 欸 你們沒有健身 我覺得那個 我們一直在學術上一直有論點 就是說運動可以 我們現在只能說 它可以減輕更年期的症狀 但它能不能真正的 就是說讓停經的時間變得 這的確有真的 有些人認為可以 然後很多實驗也認為可以 不管什麼可以 我覺得多運動不是壞事嘛 世界好事情 世界好事情 對 我在剛剛騎完那個環太湖 騎300多公里的腳踏車 太湖有很累嗎 不累 體力這麼好 鄭大哥我告訴你 在台灣 登玉山 永渡日月潭 跟單車環島 800多公里 我都坐過了 哎呀 看不出來體力這麼好耶 所以可以延緩跟年輕 看不出來體力這麼好 看不出來體力這麼好 因為是我大概會覺得累 你不是希望提早嗎 你到底心情是怎樣 沒有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會延緩啦 但是我現在因為 因為流行太多 退休了 想說要增加那個 那你說你有朋友 因為更年期所以吃荷爾蒙 對 因為其實就是荷爾蒙 他們 因為有 就是剛剛講 醫生有講到說用荷爾蒙療法 那其實像我有朋友說 他更年期的時候 他是職場上的女強人 他沒有辦法專心 但他的工作需要非常專心 所以他選擇吃荷爾蒙 可是有人跟他說 那你吃荷爾蒙有可能會得乳癌 可是他說 那像有人說 吃臭豆腐也有致癌風險 你染髮也有可能會有致癌風險 可是他如果能夠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他願意嘗試 但是我自己的親戚 他就是因為他醫生 他那時候 因為晚上都睡不著覺 他想要說讓自己比較好睡 他也去一家很有名的醫院的名醫 跟他建議說要吃荷爾蒙 結果他就吃了 而且他覺得如果一個月多花兩千塊 來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他很願意接受 而且他甚至還請我女兒從美國買回來 因為美國的價格 幫他帶荷爾蒙回來 對 大概只有一半的價格 因為那個吃一個月兩千多萬 如果在美國買大概不到一千塊 可是他吃了五年之後 他就在去年暑假的時候 就檢查出來是乳癌的原胃癌 那他覺得 因為我們的家族沒有這樣的基因 那他就覺得是這個原因 但是在醫學上應該是沒有關聯性 不是吃動物性還是植物性 植物性的 植物性應該 今天會比較低一些 對 所以我現在也在想說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吃 所以可能要請教 其實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在醫學上會贊同吃 但是一定要讓病人 他自己選擇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大家一直說 吃這個荷爾蒙會有乳癌的風險 主要是2002年真的有個全世界的 有WHI的一個報導發現 是真的有增加一點 所以後來之後 本來大家都推很 我們副產科技師很推荷爾蒙療法 後來有一陣子就 但是我們這幾年來 觀察的結果是發現 那群人就是說後來得到乳癌 吃荷爾蒙的 是處於比較高齡 65歲以上的 所以我們目前是修正我們的 那個做法是 十年之內 也就是說你從50歲吃到60歲 基本上是安全的 就是這段時間之內 就是說並不增加你乳癌的風險 可是我常常跟這些 要吃不吃人都一樣 不吃人也一樣 來問我就是說 吃了會不會得癌症 我說你不吃也沒關係 可是你每年本來就是要去做乳癌的檢查 你不能就是因為 我不吃所以我不會得乳癌 我就不去做我的乳癌檢查 我吃了之後我得乳癌 這就是荷爾蒙害的這樣子 我有一次去日本 剛好看到一個節目 他們就是有在討論更年期 然後就有對照組 一組是用荷爾蒙療法 一組是沒有 就那一組用荷爾蒙療法 就明顯的就是 一組比較好 對 就是比較年輕 然後他們也就是說 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他們覺得蠻開心的 可是另外一組就是 完全就是沒有那個 就會比較衰老 所以真的可能 這個吃荷爾蒙是真的有幫助 但是有幾個朋友 我甚至還有朋友說 他說你看看 那些他就列舉 有一些貴婦 就是在50歲之後得乳癌的 他說一般通常經濟條件比較好 他們因為用聰明的方法去 延緩他的更年期 但是後來都有一些人 都會得乳癌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是有那個管理性 對 所以何醫師 那就是有沒有 醫學上有類似的研究跟統計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樣 要使用荷爾蒙療法的話 我們的標準大概是限定在幾年之內 或幾年以下 這樣比較不容易 會有得到乳癌的比率 對 我們的確是一個共識會議 就是有出來就是說 我剛剛有說過嘛 你從有症狀開始吃個十年 基本上我們認為是安全的 所以如果以我們台灣 是50歲更年期 51歲更年期 從50歲吃到60歲 我們目前為止認為是安全的 那65歲以上 我也不建議吃啦 有些要這樣 但是如果他真的很不舒服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過 有些人還是很不舒服 我們還是會跟他分析風險 就是你也許乳癌的機會 會上升一些 可是你本來就是每年 要去做乳方的檢查 但是如果說吃了之後 對你的生活品質 還是有改善的話 我們還是會建議吃啊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嘛 就是說所有藥物都有它的風險 那你不吃的話 你比較容易骨質疏中症 會骨折啊什麼 你吃了之後 你身體會比較好啊 你吃了之後 可是又有癌症的風險 可是我們台灣人不喜歡自己 就是他寧願就是說 我最後骨質疏中症 然後駝背 然後跌倒 然後骨折 可是他就是不想要得癌症 對啊 對 就變成就是說 可是我們走到最後 七八十歲 你一定要得一個病啦 可是我們台灣人就是 不喜歡得癌症 我覺得不要得癌症 這個就有一些人就是 啊 睡不著 睡不著 然後他想要吃安眠药 旁邊就一直說 安眠药不能吃啦 那一定會上癮啦 改不掉啦 現在我就睡不著 對不對 然後就叫他不要吃 事實上安眠药不一定會上癮 對 而且安眠药現在很進步了 我的經驗就是不會上癮 夕陽 你說